為什麼不要 大家都買150耶 我買150耶 為什麼不要 為什麼不要 球迷們看到工作人員來勸導 還大聲回嗆 甚至還吹汽笛挑釁 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時間往回推 25號LAMIGO桃園和中信兄弟 在新竹球場比賽 工作人員看到穿著黃色衣服的橡皮 不斷吹著口哨 一次想要干擾比賽 趕緊出面歸勸 這群球迷自稱是竹苗交友後援會 比賽中到桃園隊 在左外野的應援區製造造影 面對勸阻三名球迷一起大聲反制 但民眾看了覺得很誇張 難道花了錢就是大爺嗎 還有人說工作人員真的好可憐 要都買150耶 我花150耶 我都沒有錢叫老闆來 為什麼這樣 被指控的球迷說 比賽結束後 已經主動向工作人員致歉 只是LAMIGO桃園和中信兄弟的比賽 之前也曾經發生過 球迷干擾的事件 一手是有機會接的喔 是不是有球迷干擾 球迷干擾到嗎 沒錯 啦啦棒啦 沒錯啦啦棒 球來了卻用啦啦棒來接 讓人看傻了眼 但這回製造造音感擾 還對規勸的工作人員大聲回嗆 行為實在讓多數人搖頭 東新聞新竹報導 我今天想要按照 我自己接電一下 我自己接授 我自己接的 我自己接的 最好 這裡 我